注意看,猎豹有外号为影子猎手,总是从最想不到的地方杀出,是大型猫科动物中,唯一不会吼叫。 他们速战速决,轻轻松松就猎杀了高脚羚羊,看来完美的团队合作,真的会事半功倍。 他们五个组成了猎豹联盟,杀伤力让整个草原的动物都毛骨悚然,给这片草原带来了紧张的气氛。 迅济如风的猎豹,精准地锁定目标之后,又开始猎杀体型较大的脚马。 猎豹的体型太大,猎豹甚至无法自由转身,他死死地咬猪脚马不松口。 另一只猎豹兄弟,也开始加入了战斗,脚马拼命又无助地反抗,此时的其他猎豹兄弟,也从不同的方向纷纷赶过来。 他们一拥而上,团队合作的猎杀方式,和狮子一模一样,脚马孤立无援,最终放弃了挣扎。 这也是数以百万的脚马宿命,地球上仅存的七千多只猎豹张开大口,在这里静候猎豹到来。